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请问一下 看您的打扮不是本朝人士 为何贝锦仪向到这儿来摆摊叫卖 姑娘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天朝的王仁慈 打开了两国通道 让我们互相出入对方国界 还可以过来买东西买东西 如今大家的生活都方便多了 而且还能赚到更多的钱呢 你说的王是什么人 尽管东华不在现场 可是那人却还是最一直说出了他的名字 他真的有这么好吗 当然了 他是千古明君 他主张和平 还让我们来这儿摆摊 我们一家老小都靠我这摊子养活呢 那其他人呢 查尔王子呢 查尔王子的是我们就不清楚了 不过天朝的王真是个好人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知道了 谢谢您 姑娘慢走 白凤九又问了好几个人 答案都是一样 他不明白 为什么草原的人拥护着的是东华 就像炎原说的 他有太多是不清楚了 可是却又无从查证 从古至今 无论哪朝哪带 真正受百姓用带的 才是最好的君主 一直以来白凤九都抱着对灵儿的内疚 竭尽全力想要维护查尔 可是却忘记了 当初主张和平的 是东华 发动战乱的 却是查尔 无形之中 他一直在助纣为念 却从未试图挽回什么 晚上 白凤九回了皇宫 路过了东华的寝宫 他的寝宫黑漆漆的 想必是已经休息了 王 更是漏众了 你们可以下去休息了 您还不休息吗 草原的商贩最近盈利不佳 传令下去 攀位 门店 租金全部减半 索缺库赢 从国库补给 白凤九听见了东华的话 愣住许久 东华果真是一位明君吗 他所言所行 皆为善举 那自己又是在做什么 跟我走 白凤九要离开的时候 一双手把他拖走了 这熟悉的声音令他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二人到了宫中一处隐秘的角落停了下来 对方蒙着面 白凤九却已确认了他的身份 查尔摘下了面具 温柔地看着白凤九 他的脸上多了几分沧桑 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尔的回忆 那一日 东华又一次去了死牢 此次重兵把守 因为查尔已经愿意一次 每个人都很紧张 东华顾身一人前来 还秉退了世卫狱族 全都退下 东华打开了牢门走了进去 查尔不屑地瞪着他 如果你和凤九只能留下一个 你愿意怎么做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伤害灵儿 既然这么爱你的妹妹 为什么当初要送她来这儿 被文武百官弹劾 时刻承受生命危险 你懂什么 你以为天下能就此安定吗 东华你未免太幼稚了 只要你我之间没有胜负 战争就永远不会停止 战争带来的 永远都是生灵涂炭 你宁可牺牲那么多人 来换取你高高在上的权威吗 查尔王子 那些真的值得吗 你不会明白的 城王拜扣 你动手吧 东华终究是于心不忍 没有杀了查尔 而是再一次放了他 你走吧 我会保护好凤九 以后不要再来皇城了 东华打开牢门 放走了查尔 查尔瞪了他一眼离开了 查尔温柔地看着白凤九 白凤九不明白 几年过去了 宣长怎么会黯然回来的 王兄 你这几年去了哪里 当年你是如何逃出去的 当初东华在城门外将我抓了过去 我被再一次打入死牢 东华暗夜在我水中下毒抑郁让我自然死去 我醒来时已被丢在黑水沟 当时我浑身经脉剧断 武功尽失 这几年我一直过得如同废人 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位神医 将我的肌脉续接 我这才得已站了起来 回来见你 是东华吗 我知道 这几年他对你不错 我原本不想破坏你对他的印象 可是那东华 欺人开慎 将我祖子民细数斩杀 一夜之间血流成河 如此深仇大恨 我岂能不报 可是我今日出宫 见宫外许多我祖子民 他们对东华独尊尽有加 那些人不过是东华找来的冒牌货罢了 他如此供于心计 料到你会去民间走访 便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只为等你上当受骗 无论如何白凤九还是不敢相信 直到 查尔拿出了白天白凤九送出去的那块金牌 这是我白天送的那块金牌 怎么会在你这儿 那个冒充我族上人的混蛋 已经被我查出了真实身份 他被我报复 把金牌交了出来 林儿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可是这就是事实 东华并非明君 而是暴君 在他的统治下 我们的子民过得民不聊生 甚至连活下来都难 若是我当政 我至少不会虐杀俘虏 这才是我一直以来 非要发起战乱不可的理由 你明白了吗 我要全力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这千千万万的子民 可是我 你是不是爱上东华了 问出这句话 查尔的心里也很乱 因为他清楚 林儿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兄 真的没有办法两全其美吗 我如今武功尽是已是废人 若是东华愿意 怕勾勾手指就能杀了我 白凤九字是不希望查尔会死 可是他也不敢相信 东华会如此暴虐 林儿 我今夜来找你 并非要你跟我走 如今我无权无势 无法再保护你 你跟在东华的身边 千万要记得 半君如半虎 不可大意 王兄 你要去哪儿 我在城外找了一处茅屋 虽不及宫中舒适 却也能遮风避雨 你带我去看看吧 寒舍简陋 你不要去了 王兄 我不想你有事 我希望你好好的 好 也无非是苟延残喘这一生 换 也不过就是意思 好话之间 不由我决定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前一次我没有保护你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了 我的是你不要管 是我输给了东华 这是一场赌局 赢了的人均临天下 输了的人便是烂成贼子 仍仍得而诛之 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今日也不早了 你快回去休息 过些日子我会再来看你的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可以去找你吗 若是你想见我了 城外往东三里 有个茶馆 每日下午我会从那儿经过 白凤九心里一团润 现在到底该相信谁 这一刻灵儿似乎又附在了体内 疯狂的四面着茶儿 东华看完作者已是深夜 这几年他过得很忙碌 几乎没有什么轻松的时刻 这几年宫中的人都分不清炎炎和凤九 因为他们来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东华却能轻易分辨 因为他总是能看出 白凤九和炎炎的不同 一个似乎更加冷傲 一个性格温柔 早朝过后 炎炎抱着暖炉来找东华 天色渐凉 大家都裹上了厚厚的凹子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